谁说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,日本人对此不以为然,他们暗自较劲,是要在奥运会上给中国队一个下马威。 然而,出乎意料的是,当他们一觉醒来时,日本乒乓球队竟然发现自己措手不及。 经过四年的苦心钻研中国功夫,他们最终仍不得不赤手空拳上场。 这是怎么回事?难道日本队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吗? 这真是一个笑料百出的故事。 日本乒乓球队这回可真是损兵又折将,你们猜怎么着? 已公布巴黎奥运会的乒乓球抽签结果,日本队立刻愣住了。 他们的首个对手竟然是那支神秘莫测的朝鲜队。 这真是出乎意料,经过四年的中国功夫研究,结果却要对抗一支风格完全不同的队伍。 这就像是准备了很久的英语考试,结果到了考场却发现题目全是数学题一样。 近年来,日本队的训练可谓一刻不停。 他们像备战考研一样,每天都反复观看中国队的比赛录像,几乎希望能将中国选手的每一个动作都铭刻于心。 真是遗憾,即使如此用功,仍未能避免罗考的命运。 看来,仅仅模仿是不够的,还需要拥有自己独特的绝技才行。 日本队的当家花旦张本智和,这位小霸王最近的表现真是令人意外。 原本大家以为他能在国际赛场上大战伸手,结果却接连失利。 这一连串的失败不仅让日本队士气低迷,甚至整个团队也显得有些萎靡不振。 不过,回过头来,日本队的付出也是不容忽视的。 他们确实投入了大量精力,深入研究了中国队的战术和打法。 但问题在于,即使你研究得在深入,中国队也不是省油的灯。 他们有着数十年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,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上,难度实在不小。 了解自己,了解对手,百战百胜。 尽管日本队对中国队进行了详细研究,但他们可能忽视了自身特色的发展。 在乒乓球项目中,单纯的模仿是不足够的,还需要创新和突破。 然而,若让他进行研究,他能找到击败中国队的策略吗? 为什么要称之为裸考呢? 提到中国乒乓球队,真是当之无愧的国球代表。 这支队伍犹如乒乓球界的梁山好汉,每一位成员都是顶尖高手。 你问他们的厉害之处,那真是数不胜数。 中国队的技术体系堪称完美,无论是发球还是接发球,正手还是反手,每一个环节都追求精益球精。 他们的训练强度和质量高得惊人,恐怕会让其他国家的选手望而生畏。 而且,中国队拥有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,每次世界大赛都能排出一批新生力量,令对手们感叹难以应对。 然而,中国队的强大也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 球迷们对他们的期望值极高,每次比赛若未能夺得金牌,都不好意思面对大家。 这种压力或许只有中国队自己才能真正体会,但正是这种压力才能转化为动力。 日本队的霸主张本智和真是个有趣的人物,尽管他代表日本队,却总是喜欢用中文高呼加油。 每次面对中国选手时,他总是充满斗志,恨不得立刻将对手击倒。 然而,现实往往是如此残酷,虽然张本智和得技术水平相当不错,但在心理素质方面却显得稍有不足。 每当遇到关键比赛,张本智和总是容易紧张,导致发挥失常。 果然,最近几场国际比赛中,他的表现让日本队的粉丝们大失所望。 原本希望他能在奥运会上大战身手,现在看来,这个愿望恐怕难以实现。 再说回到正题,张本智和的存在确实应该给中国队带来一些压力。 毕竟,只有在强劲对手的激励下,才能不断自我提升。 尽管中国队实力雄厚,但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,因为谁也无法预料会不会出现一个黑马带来意外的惊喜。 张本智和,自幼便被誉为天才,似乎注定要成为日本拼探的救世主。 然而,出乎意料的是,这位小魔王的成长历程竟比过山车还要惊险刺激。 张本智和,绝非普通的日本选手,这个孩子自幼在中国长大,吃中国的饭,讲中国的话。 你觉得他是否有种里外不是人的感觉呢? 尽管如此,这种独特的成长经历却赋予了他不少优势。 中国的训练方法结合日本的后天培养,这简直是一个乒乓球基因工程啊。 小张的成长速度令人惊叹不已,他在十几岁时便开始在国际赛场上展现才华, 另一众资深选手纷纷感叹无法招架。 每当比赛时,他那响亮的加油声几乎成了他的一大标志。 然而,这种中日混搭的风格,也使他在日本队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 然而,奥运会却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小的阴影。 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原本是他在主场展现才华的绝佳机会。 结果怎么样? 一轮游! 这打击真是不小啊! 好不容易迎来一次主场作战的机会,结果连个出场费都没挣到, 这让谁都难免感到郁闷。 张本志和的心理素质确实存在问题, 每当面对中国选手时,他总是仿佛遇上了克星, 表现常常不尽如人意。 这简直是个怪圈。 技术明明不错,却总是无法获胜。 最近,张本志和的状态实在让日本队感到担忧。 他在国际赛场上连续失利, 而东京奥运会即将到来,这该如何是好? 日本队的教练们恐怕都已经愁得头发花白了。 日本乒乓球队研究中国技术这一现象, 既令人忍均不惊,又令人感到心酸。 近年来,他们下了很大功夫, 恨不得把中国队的每个动作都拆解成慢动作来学习。 然而,结果呢? 依然差了一点。 日本队如此努力学习中国的技术,归根结底就是想找到一条捷径。 然而,乒乓球的成功根本没有捷径可言。 中国队的强大是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与创新才取得的结果。 你以为只靠几年模仿就能赶超,这难道不是痴心妄想吗? 不过,日本队的这种精神确实值得赞扬,至少他们明白要学习先进经验,而不是自我封闭的搞独创。 然而,仅仅学习而不创新,只会让人永远跟在别人后面。 如果日本队想在乒乓球界取得显著成就,必须在学习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独特风格。 然而,为什么要说是裸考呢? 这就不得不提到巴黎奥运会的抽签结果了。 日本队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中国队,但结果却是,他们的第一个对手竟然是朝鲜队。 这难道不是典型的考错题吗? 看来,日本队今后需要采取多种策略,不能只盯着中国队,毕竟,世界平坛上并非只有中国式对手。